釋迦茅尼法 請坐 請坐 我們在祂中心的身體 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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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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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在金刚英道觉得 哇 什么是这样的 凡所有相 街市虚妄 若见诸相飞相 侧见如来 这些完全是讲过果实 与那些树枝树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平常讲 又说五戒 十战 六波罗蜜 四摄 四无量心等等 那些如果比较我们的真如实性成佛 它就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你听《黄经》 你首先要明白这件事 否则你越听越明白 很多人说难 没得难 但是你要知道他究竟讲什么 那现在呢 我们就讲回《金刚经》 请你打开 讲到第几品了 四十一页 四十一页 现在呢 就讲到 《非说所说分》第二十一 在《金刚经》的难解 就是《芒果》和《芒果树》 它只是研究《芒果》 芒果是不同的树枝树 所以《金刚经》里讲的那些 跟我们所讲的 平时那些是不同的 那他说 他说他所非说 他不是讲 但是他又有东西讲 那你说 那为什么这么奇怪呢 没有奇怪 你听下去 他说 佛再跟他的徒弟讲 衰菩提 物为如来 作事念 他说你不要说佛 这样想 想什么呢 我当有所说法 莫作事念 他说你不要想着佛 他说我是有东西讲 说法就是讲佛法 他说你不要这样想 为什么呢 何以顾 他说如果有人说 我如来有所说 他说如果有人说 佛是有东西讲 他说即是 我即为庞佛 你是诋毁佛的 即是这样 你说那个芒果 你说那个芒果 有些树枝 有些树叶 插在芒果上 这些是错的 你只是说 这个芒果 都不是芒果来的 不知什么怪物 你就是不能够了解我所说的 所以你 衰菩提 你一定要知道 衰菩提是佛的学生 他是解空第一 很明白空字的意义 空不是说没有东西 不过这个空字 即是没有世间的麻烦东西 说是法 这无法可说 他说如果你说 有东西讲 其实呢 就是没有东西可以讲 所以这些就叫做 讲佛法 是啊 你现在正是研究芒果嘛 你不要研究芒果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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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研究芒芒叶叶叶 又不要研究怎样淋水啊 因为呢 已经是芒果了 你还讲那些东西来做什么呢 你如果是这样 你是真真正正是讲佛法的 那时候呢 慰明衰菩提 慰明呢 就是很有智慧的 很有智慧 不同聪明 聪明呢 你只是说 有耳 你就是聪 有眼看到你就明白 智慧不同的 智慧呢 你就是有分别的能力 我能够分别到 我应不应该住在这里呢 我应不应该搬去别的地方呢 那我要想啦 我 这道地方是不是好呢 是不是很有空气呢 有些地方很垃圾的 同时呢 很多位气的 但是我如果搬去第二道 我够不够钱 买那里的屋呢 如果买一间屋 我要怎样呢 是不是分其付款呢 我供不供得起呢 你一直想下去 这些是智慧 但是 当然啦 你还有第二样的嘛 那时候呢 这个很有智慧的衰菩提呢 他就对佛讲 世尊 世间的尊贵者 世尊 世尊 可有众生 于未来世 有没有众生 是呢 对于这部经 生信心呢 这句话很严 因为很多人呢 他只是知道念 他整个千经 五万经 不当金刚经 他一日念很多部 但是他不知道他解什么 他又不知道他什么意义 只是知道说他好啊 他好啊 那是不够的 他有没有相信 那这个是真的 很多人说他信佛教 究竟他信佛教做什么呢 佛保佑我嘛 佛保佑我法台 佛保佑我整家幸福 他说 喂不是哦 如果我跟他说 我不会说不是 我说是 但是世间法呢 你是求佛加给你 佛是加给你 但是真正的佛教 他说要你解脱生老病死 那这些才是真啊 但是他信不信呢 很多人都不信 佛呢 他告诉你 他告诉你 衰菩提 他非众生 非不众生 他说呢 这类人呢 他不是众生来的 但是呢 他又不是 不是不是众生啊 因为为什么呢 这些众生呢 这些众生呢 他啊 现在在这个世界呢 似乎是众生 但是呢 他来世 可能做了 蛇虫鼠蚁啊 蛇虫鼠蚁啊 那样 所以呢 一时一样的 那下面呢 无法可说焚 那为什么呢 你佛说了这么多 佛有一句说话 好得人害怕的 佛说 我四十九年 未尝说一字 哇哇 你佛说了三百回经 这么多藏经 你居然说你四十九年啦 未曾说一个字 那那些怎么说的 大宗师啊 说大话 不是 他呢 就是在真如实上 一切皆空了 哪里有东西说到呢 但是在世间法 他说了很多东西给我们听 而且遗留下来 这么多经 啊 等我们研究的 你一定要明白这些 不明白 你问 就这一句说话 你问 不明白 举手 熄了 熄了 想一想 给你一分钟 举手 一定要问的 有怀疑你须当问 一定要问的 有怀疑你须当问 不要啦, 想一下啦 為何佛說我49年都未曾說過一個字呢? 做甚麼?聽不聽到? 舉手, 嘩, 激債 是否真的明白了? 你很客氣呀 為何佛說我49年未曾說一個字? 我已經說了, 你重複 那你就是不記得 你不用明白, 不用不明白 你要先記得 其實呢, 佛在真空境埋道 49年, 他是真的沒話說 一切皆空, 說甚麼? 但在世間法, 他講了49年 講了那麼多經 翻譯出來, 大狀激 多厲害呀 你一定要明白這些呀 佛又再說了, 佛又再說了 佛又再說了, 衰菩提 不是, 衰菩提對佛說 世尊 佛所 佛又得到 阿朗多羅三片三哄哄 你想想阿朗多羅三片三哄哄是甚麼? 有谁举手话 说什么 是的 阿朗多罗三秒三菩提就是 无上正等正觉 正等正觉就是成佛 得道 但是得道很多修行都得道的 罗汉有得道 罗汉之上有辟子佛 辟子佛之上有佛 佛之上就没有了 没有东西带得过他 所以无上正等正觉 唯无可说 佛你正德无上正等正觉 你是没有东西说的吗 佛又说 是呀 是呀 衰菩提 他说我呢 是在无上正等正觉那里 乃至无有小法 他说我成了无上正等正觉 我成了佛呢 其实呢 是呢 在真空境界来说呢 没有有跌那么多 小法跌那么多 没有跌那么多 正德的 就是因为没有什么正德 这个正是亲身经验 没有什么亲身经验到 所以这样才叫做 无上正等正觉 就是芒果 现在这个芒果在这里 实际呢 就是你要吃才知道它的味道 看看有什么用 看看它是黄色 还有啊 譬如呢 讲德道呢 有大芒果 有小芒果 有青芒果 即是罗汉 辟子佛那些 你啊 圆周道佛 很有道理的 下面啦 二十三 静心行善分 很厉害 清静的心 我们现在说 清洁 譬如这里呢 很干净 干净 干干净 但是呢 这个干净呢 它还会骚髒的嘛 所以人呢 我们这里是义工无杀 天天都要清洁它 你家里也是 撿干净 够不够呢 不够的 你要呢 撿完一天又一天 又要掃又要抹 又要抹 那些才叫做干净 但是在这里说呢 你的心 你的心要干净 我们的心呢 即是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情绪 干不干净呢 我阿叶自问自己不干净 因为呢 我是有想些好东西 想些善法 但是呢 我心 整天都会想到其他东西 那些人 杀 是啊 不是 是 有,有没有喝酒呢,这种真的没有了 但是这样,现在没有,过去世有 如果没有,我为什么做业呢? 现在来到这个世界还做人 应该去了淨土,或者惩罚 所以我过去世一定有这么清淨的情绪 下面,浮次再说衰菩提 佛又跟衰菩提说 是法不平等,无有高下 他说这些事情是不平等的 这张桌是高过地下 这个地下是好像五楼,又高过街 那就有高架了 为什么你说是法平等呢? 他在真空境界里才是平等 世间法没有平等的 是啊,你看看,现在又说特首 又说选举,又什么什么议员 行不行都不平等嘛 但是他是世间法 世间法是不平等的 但是出来世间法呢,大菩提呢 真空境界一切平等 真空境界一切平等 不平等,没有高下 因为他没有高低在真空境界 这样就叫做阿拉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样就得到无上正等正恶 佛又跟衰菩提说 衰菩提是法 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上 修一切善法 他说如果你真是修行呢 就是修悉自己的行为 你不用担心修行两个字 很多人以为出家了 给业了,给业来才有资格 不是的 给业,给业来,他有他的大法 但是我们在家居士 都有我们修行的方法 修职行为 你可不可以乱说话呢 在这里说粗口呢,不行的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没有对方,人是对方 我自己,众生呢 所有那么多人 所有那么多畜生,猫狗的畜生 受者,长期是这样 没有这些东西 真空嘛 真空是没有人我之分 那你说那怎么办 对啊,世间法就不行 但是出来世间法呢 他就是这样 一世间空嘛 你要拿着这样的心理呢 收一切的善法 这个善事呢 都很难解释 大底呢 你不要伤害人 又不要伤害自己 我们平时说 在这个世界呢 我们要布施 拿我自己的职人时间力量出来帮人 这些都是布施喔 至于我们说 拿些钱帮助人 这些也是布施 你长期是这样做呢 是无畏意 那我们应该这样收啊 那收一切善法呢 那譬如呢 一般来说 我们纳税 你不要说香港那些税贵啊 香港那些税一点不贵啊 你如果去到外国啊 好像加拿大、美国 哎,真的得人怕 是米啊 和那些面粉呢 就不用纳税 什么都纳税啊 你去买 去入市场买一条鱼 它又要计税啊 你买一些冬菇 又要计税啊 譬如冬菇十元 它又计这額税 那如果你买一件衣服呢 它又要计税 它立即电脑计 计到呢 它到时要交给政府的 所以呢 我有一次去到加拿大 溫哥华 那去一间金铺 就想说 买一个加拿大金币啊 那些挺漂亮的 在香港呢 那时都是 二千七百多一个 它有一朵枫叶在那裡 那去呢 去到那里买 但是 那个仕头婆呢 很好 她小小声说 你回香港买吧 香港便宜了 我说不会啊 金是一般啊 她说不是啊 这里要打税啊 你买一个金币 比如二百元加币 打你成七百元税啊 哦 是这样的啊 因此呢 在香港买税是不多的 就是因为香港买税不多 就是讲往的时候 很多做生意的人 都要来香港投资 就是因为香港不用买税多少 但是这些东西 就是俱往意 都不用讲 她说你这样修善法 你就得到呢 无上正等正觉 佛又叫衰菩提 她说呢 所言善法者 就是善法者 如罗和说 即非善法 善名善法 就是这样 你不要日未执着 说这些是善 那些是恶 不要执着 你因为你这样一执着呢 你就会发生很多事情的 因为人人的意见不同 同时呢 每一样事物都不同的分量 哪一样是善 哪一样是善 哪一样是善恶 这些是没有一定的规则 所以呢 你不需要这样说 你在真空境界 不是这样说的时候 你就会好些 因为你说 所谓善法呢 如果入真空境界 佛说不是善法 为什么呢 你都凶恶 要不需要说他善 还是恶呢 你能够这样做 这些是善法来的 我们再讲后面 福字无比分 福呢 你看一下福字 是四字 是神奇变 一点 一口田 那些人觉得 你有一块田耕种 那是有福 真的 那些财主很多田 但是穷人没有田了 要那些财主 种些地来牢 但是他们很希望 有一块田 那只要你有一块田 属于自己的 你就自己种得到谷米 那就叫做福 正等于我们现在 在香港也是 我们整天都望有间屋 但是是不是这么容易 不是这么容易 但是没有问题 我们申请公屋 所以住在香港 都很有福 你不要想豪宅 你不想豪宅 你还可以有一些 便宜价的租屋 或者有廉宗屋 或者有些叫做公屋 都很好 这样 这些都是有福 现在看看它怎么样 有智 有智 就是我们有分别的能力 这些就是你真的要读书 读书 读书 读很多东西 譬如 我那时候读中学的时候 读地理科 一个英文老师教 他是英文课本 教我们 给福大地图 这里是北极 这里是南极 北极那边接近 加拿大、美国 南极接近澳洲 所以加拿大、多伦多那边 很多时候零下五十度 哇,冷到 但是不用怕 他们那边加加 都有乱气 如果你没有乱气 政府申请 他都给了一些乱气 只是教肌 好像我们现在开冷气那样 那 在澳洲 也是这样的 我试过去多伦多 不过是夏天 夏天 夏天 我出街 当然穿夏天的衣服 我朋友 拿出一件衣服 那些风衣 长的风衣 披着我 我说 做什么 不要 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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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冷 我披着那件风衣 长的 过膝头 哇 一会儿出来 真的冷到什么 所以他们的天气很特别 这些世界 那我们的老师教我们 那我于是 后来呢 我就 他有一些叫做旅行机 很便宜的 一点钟 一点钟 我试过呢 在加拿大 在温哥华 温哥华呢 全世界的树林第一 那些树林很厉害 那些树林很厉害 我们的香港呢 小小棚这样弄木 又说是很厉害 哇 那些树林很厉害 那些树林很厉害 那么厉害 那么厉害 所以 加拿大的树林很厉害 因此呢 曾经试过在中环皇后戏院 当时是皇后戏院 现在是陆海通 大约40年前 拆了皇后戏院发掘地下 发现有一条大桩木 当然很高 有棉木这么大 几多年 人们说 到现在五十年了 这棉木仍然没有坏 没有湿的 可想而知它的坚固 所以在香港 旧时候加拿大买木 不用用船 行不可一枝一枝联合着 一直浮到这里 在西环那里 就被这些木 用大线的搭起 在岸那里 所以温内那些大风 就是这么危险 就是这些木 砰地冲过来 把别人的房子掃掉 那时候很惨 那时候 那我们看到那些大树 同时呢 飞机飞了半点钟 地下仍然是苏米田 哇 很多 它们的苏米 是否用来炸油 哇 很厉害 那样 那 幸好那时候读过 现在略略都有一些知识 知道世界各地 因此那些人说 没有读过书 不太好 我们是要读一下书 你不读 你自己看 都知道世界大事 不过现在幸好呢 有电视 有收音机 整天宣布 那就好些 你也要读一下 有报纸看看 不过我觉得很可惜 现在的报纸 好像 好像矮那样小 我自己看不清楚 当然了 我的眼睛不好 但是很多人都说 看不到 但是他们是那样小 没有办法 但是应该还是很临 一些人就说 要用电脑 面对大事 都很麻烦 他的福的同志 没有东西可以赔到 scriptures 佛又说 是坠仆 他说有三千大仙世界 又要解释三千大仙世界 那些人说世界只有一个 为何会有三千呢 原来是这样 这些是星球来的 这些星球 美国1982年有个报告出了 发现外太空有一个大的星球 比较我们太阳系 大二百亿万倍 大到无比 这样佛港衰微山 会不会是这个星球呢 我不敢说 不过是这样的 譬喻一下 三千呢 一颗星就是一个世界 多少星呢 什么什么 那些都是世界 你晚上 现在这些地方看不到 因为有灯 你晚上去到郊外 没有灯的地方 躺在地上 担高头望天 这些星真的很大颗 手把掌握 这么大颗 它就是一个世界 为什麽我们 为什麽我们 到不可以 不可以 你要到火箭 去到才可以接触那些世界 所以佛说三千大千世界 这些是没错的 在佛经 《瑜伽思递伦》 已经有这样说 我 有一篇文章 在现在 新出版的世界佛刊 那里登 叫做《佛陀的智慧》 你看看 那里就是有说这些东西 我就抄了 《瑜伽思递》的资料下来说 但是呢 林甘润 林甘润 这里有没有世界佛刊 什么啊 没有啊 有没有啊 有没有啊 你做了什么啊 有没有啊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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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见到暂时 啊 黄毕啦 是否可以申请啊 它将会在第二期 第一期就新订阅 订阅第一期 就是第一期 第一期可以叫他拿一些 可以申请的嘛 申请,他直接会拿 不是申请的 或者我打电话去问 如果有,看看他怎样给你们派一下也好 三千大千世界 就是,所有衰微山 又说衰微山 衰微山呢 Sumiru 我去时候被山字迷惑了 我说,哇 山怎样可以在太空呢 但是后来再查一下 经衰微山又叫Sumiru 他翻译成衰迷路 那,他又是一个星 我们地球不是一粒星 沽原在太空嘛 我们太阳是有九大行星 金木水窩土 地球 海王星,明王星,天王星 就是九个星九 都一样在太空沽原嘛 那为什么衰微山不可以在太空呢 所以你学佛是很多知识的 衰微山呢 都是这样 好似有七宝那样 七宝呢 有些经都不同的 金、铃、珍珠、马鲁 现在马鲁不值钱 但是究竟值钱 还有车渠 车渠 车渠呢 听我说是那些很大的旁 即是蜆 厚厚的 在深海才有 在深海呢 即是太平洋啊 大西洋啊 那些地方就有 撈了上来 将它车开它 很多人车到一粒一粒猪 那些呢 就叫做车渠 很宝贝的 又有那些玻璃 玻璃不是玻璃 玻璃是人造的 是直 但是呢 这个 车渠呢 好像水晶 但是呢 它不透明的 水晶是透明的 它不透明的 通通的 透透的 那些呢 那些呢 就叫做 赤 玻璃 有一样呢 很奇怪 《妙法莲花经》说 玫瑰啊 都列入去七宝的 可想而知 多厉害 是 如果有人呢 用来布施 将呢 七宝 就是好像衰微山那么多的七宝来布施呢 就是用来布施 如果有人呢 用这些呢 的财富啊 物质啊 这些善法布施给人呢 那 它又会得到呢 波罗蜜 布拉米 道皮岸的 它又得到道皮岸的 它又得到道皮岸的 我们现在在此岸 生死轮回 道皮岸呢 菩提列盘 甚至你念四句解 释迦牟尼佛讲五经呢 讲完呢 怕别人不记得呢 就讲一些解 那些解呢 那些解呢 有些四句一句 有些五句 有些六句 有些七句 譬如说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至正己 以至诸佛教 这就是一首解咯 它说 四句解 用四句解语给人呢 都很有益的 乃至念四句解语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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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呢 就受持 读众 唯他人说 你接受了这些解语 你又跟别人说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自证其义 自诸佛教 那个人又帮第三个人说 一路传开去 那这个福是很大的 就好像呢 维摩经 佛在菩萨品那里说 教一些天女 他说呢 天女 你们是要回去天宫呢 是要将那些 你今天听到的经句呢 是讲给人听 那你就有福了 那些天女问很聪明 他说此福尽苦 我这些福给了人 我就没有那么多福了 就是这样 我本来有100元的 我给了90元 别人就只剩10元 他会这样问 维摩经说 不是 譬如火 点火 那些灯呢 不是说这样电灯 是油灯的 着火 那些人拿 他的火把来 点 一路点一路点 周围整百盏火得到光 又一千把火 都得到光 但是他本身这点光 仍然存在 没有损失到的 我们修福为 都是这样 那你说不是啊 你刚才说了 100元给了90元 人得回10元 不是 你 布施呢 就感引富裕 你这儿 没有了90元 你还会再赚更多 你的财富会更兴旺的 你不要计算一时半下 明明这儿 嗯 想想 在世间法好像少了 其实没有少到 你还会继续赚回来 你这儿 请问一下吧 你们很客气 那怎么办呢 我知道 你很多人不明白 又难得 我以为今晚没有人来 因為我事前都沒有說什麼時候回來 但是今晚你們不知道在哪裡知道會來 這麼奇怪 世界很多奇怪的事 因為這部金剛經是道彼案的 我們只要講四句話給別人聽 讓別人接受拿著讀念功德很大 你又能夠為人說 所得的福德百分不及一 你又為人說有福德百分 這個一百分不及一 你得到這個福德出來 你又做其他功德比較 一百分都不夠你做一分 百千萬億分 甚至一百分一千分一萬分 為何這麼厲害呢 這麼安靜 就是你告訴他 他收他會得到好像芒果果實 所以他的福德這麼大 是啊 整天種樹 都沒有結果的 你看到周圍的樹有沒有芒果 沒有的 但是 你種到芒果樹 你又得到芒果 佛說 你打算盤 按電腦都計不準 金剛經 你能夠跟別人說的 是這麼厲害的 好像我阿葉那樣 哎 我就不敢了 因為我經常怕說錯話 不過我幸而 有些記性 而且很喜歡說話 你不要以為我很大功德 我只不過喜歡 好似人家彈琴那樣 就整天這麼多 你一直彈彈彈 沒有事的 沒有什麼福 我現在都很害怕 說錯又怎麼辦 錯不錯 有的 會說錯的 不過呢 希望自己呢 努力一點改善它 化無所化分 那整天去教化眾生呢 其實呢 在真空來說 沒有所謂教化它 就好像金剛經開頭說 若卵生 若花生 若胎生 若濕生 我家是另入無餘烈 盤而滅到之 實無有一眾生 為我所滅到者 他說 我是不肯都要教他 但是我沒有教到人 那些人說 你是大宗師 一頭說你去教人 但是又說沒有人你教得到 他說什麼 他要去教人呢 是世間法 但是在真空境界呢 沒有所謂教 他有他自己的功德嘛 關你什麼事啊 佛是這麼偉大的 不是嗎 這裏我想很多人都不明白 尤其是你不是經常來的那些 你更加不明白 佛又叫衰菩提 你意思是怎樣呢 你不要想著 佛又這樣想 就說呢 我當盜眾生 你不要說 我去盜那些眾生 譬如好像我這樣 不要說 他又給我盜 我就說不會 譬如我講經 講了四十幾九 四十幾九 四十幾年 我會不會想說 我講了給他聽 他懂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 因為我以前教書是我的職業 教書就不僅是教佛學 但是我現在到處去講話 都是義工嘛 那些人說 給我一些經資啊 放在那裡 我給他們 為什麼呢 因為我講話是應該的嘛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介入 所以不要說 你幫過誰都好 你不要想著 譬如他很窮 沒得吃沒得洗 你幫了他 他有得吃有得洗 後來找回職業 你不要想 我曾經幫過他 為什麼他現在不還報給我呢 我想 我要拋磚引肉 可以不可以 不行 不是不行 你不要這樣想 拋磚 想引肉回來 不要 你有得呢 有功德 你自然會有的 誰給的呢 你自己給自己嘛 不是說 神給你 不需要 學佛呢 你就學到很寬大 腓菩提 如果你以為你這樣想 就不妥了 為什麼呢 他說 他说你实无有众生如来导的 真是 佛不会想有哪个众生给我导 不会的 你说不是的 2556年前 释迦牟尼佛江僧古印度 他一路秀行一路成功一路 导致多少众生 讲的已经是了 但是在真空境界他不想这些东西 没有这些东西 没有众生给他导的 他说如果有众生说佛可以导他 那如来就说他变得着上 我又导了他又导了他很着上 你一着上呢 你的功德就没有了 我又要求你一着上 你一着上 他对上 他也可以导致佛 你一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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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一天有恶汁的时候 你在真空境界就不是有了你 这些比较难解释 但是真的 你在世间化有我 譬如你在家里 你做爸爸,你做妈妈 你出街有没有人叫你爸爸,妈妈 没有的 所以你不要想着 你不要想着整天有个我汁 因为你整天想着有我汁 在真空境界就没有了个我 只不过是凡夫的人 以为有个我 所以衰菩提 凡夫者 如来说即非凡夫 事名凡夫 凡夫即是世间化有众生 如果你世间化有众生 好像我们这样 佛话 你如果经常想着这样 你就不是 所谡夫 所谡凡夫 佛话 他不是凡夫 在真空境界 他不是凡夫来的 事法平等 如果是凡夫 他不是凡夫 那便没有凡夫 那便没有凡夫 但不是凡夫 一定要你收到才行 那叫做凡夫 有问题 请举手 好 给一分钟你想想 有没有 它整部经都是这样的 你研究这个芒果 就是芒果 你不要有芝芝叶叶 芝芝叶叶是凡夫 芒果 是得到 无上正等正恶 无上正等正恶 一分钟了 你们好合气 对手 对手 要我求你 现在今天我说 将来是你说的 下面 说法 神非上 他说 说佛法 我们的身体 他不是有他特别的样子 在真空境界就是这样 他说 在世间有相 你的相不同 你的相 你的样子不同 他的样子 各样都不同 这尊佛小小尊 后面那些佛很大尊 它不是有大小 但是在世间 就有大小长短高矮 但是在真空境界 没有大没有小 所以心经就说 他说 无眼耳鼻至身耳 无色正香味触法 哎 十几个无 好 佛又再说了 衰菩提 你意志认为怎样呢 那 可不可以用三十二相呢 来看佛呢 那些人说 我见到佛呢 我就信了 怎么办 佛有三十二相 这些不说了 说了 说过了 又印过给你的了 佛的样子是特别的 譬如呢 举一个例子 他对手比膝长 你待会试一下 你站起来 看看你的手到哪里 都大腿而已 我不借读佛 衰菩提 如果你是这样想呢 佛有三十二相呢 就即是呢 三十二相呢 佛呢 就是说 衰菩提 如果你用三十二相来看佛呢 那就 转轮性王就是佛 那这样 转轮性王原来都有三十二相 如果你说 我要看佛三十二相 我才信 那带转轮性王呢 也有三十二相 那岂不是 转轮性王也是佛 不是嘛 即是 转轮性王在佛 他说 衰菩提 对佛讲 继续 佛 佛 如来呢 解佛所说意 他说 他说 如我啊 他说好像我衰菩提那样呢 现在明白了佛所讲 不应该用三十二相呢 来看佛 是啊 所以 说 若见诸相非相 則见如来嘛 你看到那些东西不是东西啊 你看到这些东西 他是凡夫境界 他是杯 真空境界呢 他没有了这个杯 真空 所以呢 所以呢 啊 没有我相 没有主在性 没有不变性 没有永恒性 没有独一性嘛 不应该呢 只是看三十二相见佛 如果你说三十二相见佛 那些魔鬼啊 他会做戏嘛 那都变了佛 不可以的 那下面这首解 是明解来的 若以色见我 以音声求我 自人行邪道 啊 不能见如来 佛呢 说这首解很厉害的 他说如果你用色 就是物质身体 这些都是色来的 不是颜色啊 任何的物件都是色 譬如我面前尊佛呢 在这个样子呢 他也是色 你的身体是你的色身 我的身体是我的色身 佛说呢 如果你要用我的物质身体来见我呢 又说要听佛的声音呢 然后呢 求我 用语言的声音来求我呢 这个人行邪道 邪呢 不是奸淫邪道 是旁边 正路旁边 老仔是邪道 这个人呢 就不能够见到佛 那这首解 就是为什么呢 他说你不要用 说要看见佛 才信佛 不要说 又用你的声音求我 那怎么样啊 我是要求佛 是的 你求佛 你用你的心来很清静 第一 你为什么要求呢 一定 有一个恶恩 譬如我牙痛 我整天求佛 保佑我不痛了 保佑我没有牙痛 你要想想想 你有一个前因 为什么你会牙痛 你肯定是 吃东西的时候擦不干净 我留下了 那些坏东西 那些坏东西 日子之内 十年八年 牙瘫了嘛 你又不保 又不伤 他就牙痛 那你有一个前因 恶因 有一个恶果 但是你有个自缘嘛 你去找个牙医 帮你车开那些烂东西 补回它 是啊 不要让它有个洞 它有一些 不知道白胶 白粉 填了个洞 那可能能保养它很久 如果真的不行 那就伤过它 很贵的 那你怎样呢 你呢 第一 你要忏悔 知道自己什么 譬如牙痛 知道自己的痛 是自己擦不干净 之后擦干净一点 第二 还有第二个牙嘛 擦干净一点 保养好一点 不要吃那么多 甜的东西 不知道只是牙痛 什么都是 那你呢 很小心照顾它 如果不是呢 你走旁边的路 你永远都不能够见到佛 你永远都不能够明白个真理 那 暂时呢 暂时呢 就讲到这里先 那 我有一样东西呢 讲给大家听 就是呢 我也不知道啊 我自己呢 会 错过了三堂 所以呢 佛教清明协会呢 他呢 因为他们有会讯 每个月要登出来嘛 他就登了呢 我是讲到呢 2012年的4月24 即是今天 那现在讲完又怎样呢 又要留回到2012年的6月12日 六月12日才我再讲 那里呢 我会将金刚经 讲回 又 大意又再讲 最紧要是 拉尾讲 深经 深经呢 我不是说好像人那样 观自在菩萨 那样的解论 不是的 我由头讲到尾 一堂讲完 说了他就大宗旨 一抽抽起他 然后呢 逐个 第二堂就逐个名词解释 就是这样 那 现在已经九点 有什么问题 真真正想想 那 那 在这里也说了几句客气话 好多谢大家来 好多是捧我的场 朋友 多谢 至于你说你想研究东西呢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可以帮助你 多谢了 那我们念祭宏祭园 一二三 坐下不用站起床 有没有有人想出来在这里领导一下呢 我们一堂一个好吗 新家海 你出来领导一下 第一次 第二次就第二个人 给个麦克 多谢 继续努力 这一次呢 是夸张你的 下一堂